来了 刚才学习的小子来了 写完写完作业了 没有刷题刷题 刷完了 刷没刷完 现在刷完了 刷完了 好来 我在这边请欣赏墨剧表演 来 说吧 你今天要落啥会儿 生意没问题吧 没问题 感谢我四神八爪哥 大提堂 说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你之前那些切片 有没有 那些就是 稍微 学历层次稍微高一点的 因为我刷到的那些 驴马烂子太多了 我有时候加班听你的那些 那些切片 都是跟那些驴马烂子 在对线 我听腻了 有没有 你给个关键词 我搜一下 我 我就连卖过连过的 我认为有点档次的 也就算是粉红凤华 搜得到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纯粹是对美国那边挺好奇的 就是像他们那种 正式的人 就是他们白人 就是本地人 他们的那种 生活的那种 三座大山 跟我们这边是一样的 哪三座大山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医疗教育住房嘛 他们那边 是主要是这三个 还是说他们还有别的生活压力 就是最主要的 他们生活压力比我们多 大概说一下吧 医疗 教育 住房 这是全世界 只要是人类 都要面临的问题 对 全哪都是 那但美国呢 会额外多出很多东西 比如说 路边的商店 卖的可能不是烟 可能是大麻 你走过 你走过的地方 他放的可能不是炮 放的是枪 对吧 你这个 你交的女朋友 可能不是女朋友 可能是沃尔玛购物袋 对吧 就是其实问题 远比我们多得多 你的外卖 你的外卖 可能不是你的外卖 可能是司机的夜宵 你的快递 可能不是你的快递 可能是邻居的新玩具 对吧 你看见的修路 可能不是修路 可能他妈是 可能他妈是历史改造 比如说他要修15年 对吧 你要你要正经 正八经 按照国内的不禁要问 你上美国 你连他们喘口气 都得不禁要问 我不禁要问 为啥山上的房子卖的贵 所以山上没有雾霾 为什么山上看我们山下 他们脑瓜那儿 飘一片乌云 对吧 我不禁要问 为什么隔美 隔美国 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隔比亚的车 隔不是隔的 叫比亚比亚迪的车 给我给我 给国内卖20万 拿到美国以后 和他们人民币卖 一百来万 我不禁要问 不禁要问 那讲话 你要让美国人 不禁要问 他能给你问出 他能给你问的怀疑人生 然后呢 这个的话呢 我问的这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 我之前是跟我的亲戚在说美国的这个 不是 帖子 你上来不是对线的吗 我上来 他们采访你来了 焦点访谈呢 你说要跟你对线呢 你他妈刚才打的 是不是你来跟我对线吗 我上你他妈问的问题 我他妈是十万个 为什么 我是百度百科 就纯跟你聊天 没想跟你对线 你是你是你是 你是勾巴 我他妈跟你聊天啊 你 我跟你聊啥天 我他妈过来跟你聊天来了 还不聊卦了呗 你他妈 你他妈还挺有脾气 不聊卦了呗 我他妈跟你聊天 我给你落磕 我他妈 我当好前面 我给你落磕 你多啥 我给你落磕啊 你上他们十万个 为什么刚才不是 你打了没有 你又给我对线吗 你刚才不是 你一听出来 你给刷题呢吗 我他妈还追着 你刷完题上来 给我再唠一会